C罗加盟尤文图斯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场非正式比赛,那就是与青年队的比赛,就算是C罗在尤文图斯真正意义上的首秀,而这场比赛也让世界的球迷们见证了C罗的强大之处。 本场比赛C罗在第八分钟就取得了进球,帮助球队收开记录,而C罗的这个进球也让全场球迷为他欢呼,这是C罗加盟尤文图斯后的第一个进球,算是创纪录的一球了,而在之后,C罗还造成了对方的无龙球,另外还大力赦马造成门将脱手,助攻迪巴拉进球,仅仅半场的时间就独到三球。 这场比赛总裁在一次用实力征服了全场的球迷和整个世界,毫无疑问他就是尤文图斯的新王,由于比赛早早的就失去了悬念,最终C罗只踢了半场就被换下,而C罗的异架首秀将在八月十九日到来,见识尤文图斯将对战起来,让我们一起期待C罗的异架首秀吧。 这场尤文图斯成年队与今年队的热身赛,一直是尤文图斯的传统,这个传统从1955年一直到现在,而比赛也不是在正式的安林球场进行,而是尤文老板的故乡的一座名为Villa Bros.的小球场。 全场5000座名观众欣赏了这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比赛,C罗征服一脚的征程应该会很顺利,因为尤文图斯已经是一脚去连贯,所以C罗的到来,拿到一脚连赛冠军,将是很顺利成招的事情。 不过关键还是在于欧冠冠军,由文图斯花费巨子引进这位当事第一,毫无疑问唯一的目标就是大耳朵杯,究竟C罗能否带领斑马军团征服欧洲,拿到梦寐以求的欧冠冠军,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